不少人认为,让一个残疾的婴儿出生是不道德的,因为它会成为社会的负担,不仅消耗社会资源,还会浪费人力、物力。 当人说是浪费的时候,其实是显露了人自私的罪恶本性。 他们将社会福利当作一块饼,希望越少人分享就越好。 有人说,残障儿童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,因为连普通人都觉得生活不容易,更何况一个残疾人士呢? 让他们出生就是不负责任,不理智的做法。 残疾人士在生活里,跟普通人相比可能是艰难一些,但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找到幸福和快乐呢? 1982年,在澳洲墨尔本出生的利克胡哲,天生不仅是没有手,更是没有脚。 但靠着上帝的恩典,他克服了生活里的障碍,他拥有两个大学学位,担任国际公益组织《没有四肢的生命》的总裁,创办了自己的演讲公司。 30岁的时候,他的足迹已经遍及全世界20多个国家,激励和启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 利克虽然无手无脚,他却创造了无数个生命奇迹,成为其他人美好的祝福。 利克的爸爸鲍里斯是一位牧师,妈妈是一位护士,他们用爱和信仰建立家庭的核心基础,使用严重缺陷的利克能够在独立自主快乐的环境中长大。 利克说,当他五六岁的时候,知道自己无手无脚,但他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。 真正打击他的,是当他正式跟这个社会接触,被人嘲笑和拒绝,使他内心开始产生自卑、孤独、绝望,甚至想自杀。 他说他最大的障碍并不是来自环境,而是来自内心的恐惧。 在最绝望的时候,妈妈让他看了一篇文章,刊登的是一个残疾人走出困境,找到人生意义的故事。 故事的主人温并没有因为残疾而放弃自己,而是为自己设立了人生目标。 他的目标不仅一一实现,还在实现理想的路上不断帮助其他人。 他感动地写道,上帝让我们长成这样子,是为了给人希望。 立刻明白,自己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不幸的人,他相信他的残疾是上帝的礼物,当中一定有上帝美好的旨意。 所以他开始与上帝建立关系,凡是感恩,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生活。 立刻说,他不再求神给他手和脚,他只是想顺服上帝,完成上帝的心意。 旧约圣经十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三至十六节写道,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。我在母腹中,你已复辟我。 我要称谢你,因我受造奇妙可畏。 你的作为奇妙,这是我心生知道的。 我在暗中受造,在地的深处被联络,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。 我未成形的体质,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 你所定的日子,我尚未度一日,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 圣经告诉我们,这个世界所孕育的每一个人,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。 立刻说他身体上的障碍,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。 上帝给了他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帮助人,了解他们的痛苦,同情他们的遭遇,带给他们鼓励和安慰。 旧约圣经诗篇一百四十三篇八节说,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,因我倚靠你。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,因我的心仰望你。 神慈爱的话语,能够滋润枯干的心灵,使我们充满力量和盼望。 一个和神心意的祷告,不是要神帮我们解决问题, 而是让神去引导我们,使我们一生都不会迷失方向。 新约圣经罗马书十章十一节写道, 凡信他的人,必不至于羞愧。 公义的主知道一切,他知道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, 知道我们的委屈,他知道我们的努力,也知道我们的软弱。 在立刻的人生路途中,他见证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力量, 他深信世上有奇迹,但奇迹只会发生在抱有希望的人身上。 不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,会不会想得到神的赐福呢?